2016台中花度艺术季热闹转开 首波的系列活动是率先在清水登场 以海线在地的文化跟自然生态为主轴 所以不论是装扮成了海洋动物 还是种族妙语异象的七仙女 这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走在清水街上 也吸引了不少民众围观 可说是相当热闹 2 1 正式出发 倒数3 2 1 宣告采接活动正式出发 2016台中花度艺术季首波活动 在清水热闹登场 凸显海线在地的文化以及自然生态 每支队伍都是费尽心思打扮 也让队伍相当有看头 今天就会启动整个花度艺术季的 所有系列活动 到年里有200多场 欢迎大家辅导西 希望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整个花度艺术界的活动 清水这一战是以海洋一项 跟生态环保为出发 那我们其他的各区也会结合各区的特色 譬如厚里就会有菌麻跟叶器 然后屯区就会有偶戏 然后在城区里面 就会结合花仙子跟街艺表演 欢迎大家来参加 师傅表示这次的采接活动 邀请海线在地学校一同参与 展现学子的青春活力 不论是化身成为各种海洋动物 或是身穿环保塑胶带制成的裙子 每个学校都尽心打扮 甚至从好几个月前就开始练习 除了精彩的舞蹈音乐演出之外 还有街头艺人大秀才艺 现场是相当热闹 有四五十个同学准备了管乐 然后在学校练习的差不多有 一个多月的时间来为这次的活动 来做热身跟准备 清水国小靠近我们高美师弟 所以我们以小朋友最天真快乐的海洋 还有艺术还有动物还有环保议题 还有我们爱护我们海洋地球的主题为主种 经济又实惠的那个裙子 是用就是各种颜色的塑胶来做成的 觉得清水这边有这个活动很特别 因为在地文化需要发展 那像这边的话可以展现出我们特别的文化 那我们让小孩子还有大人 也可以了解到我们清水这边的发展 非常特别而且封街一路走到那边 就是小孩子可以跟着运动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走在清水街上 热闹又精彩的表演 吸引不少民众围观 不少人都表示 这是清水第一次举办采接活动 相当的有趣 也能借此带着家人一同参加游行队伍 留下美好的回忆 记者陈昭安台中采访报导